第87章 去洛阳 我有一壶江湖做酒 我有一掌可托五月 我有一口吃掉春秋 数百年一位武林前辈定下了一品四镜的规矩 曾用这三句话来赞誉天象境界 说的就是天象高手能够跟天地共鸣之后 会有何种僻逆天下的微微气象 柳浩师看了眼天色笑意浓郁起来 想要在江湖上成名 只要是个江湖而郎 就都藏有几手鸭香记忆 像宋念卿这趟江湖行就带了十四剑十四招 柳浩师当然也不例外 这一招雷迟 原本是打算作为一份大礼 就等着超凡入胜的曹长青下次赴京 曹官子的三国皇宫如过郎 次次都打在他的脸上 柳浩师如何能咽下这口恶气 不曾想到头来先用在了那小子身上 黑云如墨 柳浩师静等天雷滚滚 柳浩师见过许多靠中走南捷径 博取帝王青睐的聪明人 孤名钓鱼的本事很是高明 倾此宰相赵丹平就是之一 可在泰安城 柳浩师侍奉过黎阳三代皇帝 始终都是那座京城的中流砥柱 哪怕赵丹平也无法瓜分柳浩师对赵氏积攒下来的香火情分 柳浩师习惯了靠境界碾压对手 这次背负黄命前来绞杀徐凤年 他跟宋念青只是一招先手 万一没能得手 让徐凤年逃过一劫 还有万无一失的后手 故而柳浩师没有拼命的兴趣 可尼菩萨也有火器 更何况柳浩师跟北梁那是不死不休的局势 这个徐凤年浑身上下冒着一股邪气 柳浩师就生出了一探究竟的念头 还背着洛阳的徐凤年好征以侠 等着天节落地 他只有一炷香 如果柳浩师执意避而不战 也没有太大把握抓住这只老狐狸的死穴 天象境界高手本就是天地宠 极难捕获契机流转 一心想逃的话 因为没有机身可以引来天节的陆地神仙 甚至躲过疏而不漏的天网灰灰 好似那条朝朝天理之外的漏网之鱼 徐凤年即便追得上柳浩师 却好不起光阴 可天底下就没有无懈可击的招式 只要柳浩师托大 有胆子落地生根 徐凤年不介意扛一扛所谓的池中滚雷 然后伺机而动 天上黑云猛然下坠 漂浮在大地之上 宛如一幅人世转换云海的玄妙画卷 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徐凤年上半身露出云层 其腰高的黑云连绵翻涌动荡 四周云雾中电闪雷鸣 电光逐渐交织成网 徐凤年缓缓行走 立即成了被撒往渔夫盯上的鱿鱼 云海中眨眼间浮起一颗颗子雷 一眼望去 粗略计算就有不下五十颗 大小不一 大如井口 小四拳头 紫雷之间又有一条条不断跳动的雪白闪电牵连 还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雷尺 脚步不停的徐凤年胆大包天 伸手握住一颗紫雷 整座雷尺翻转 五十多颗紫雷顿时剑刺飞掠而来 徐凤年右手五指勾入紫雷 紫气营绕手臂 左手也没闲着 轻轻挥动 每次恰好拍掉一颗颗砸来的紫雷 不过这座雷尺霸气十足 加上被徐凤年死死攥紧那一颗 毫无颓势 惊世骇俗的壮阔景象 根本没有半点折损 五十多颗紫雷去而复返 被拍掉之后 不过弹出二十丈外 就迅猛玄回 来势汹汹 速度不减反增 慢慢行走的徐凤年 就像被围困在一座随之移动的雷尺之中 背后女子拿下巴 抵了抵她的肩膀 徐凤年柔声道 记得当初答应 要陪你去昆仑山巅看云海 可几次寻授天下 要么忘记 要么错过了 后来下定决心时 你已经不愿意 今天就当弥补一些 她柔声道 比其你送给那狐妹子的举国狼烟 云海算什么 徐凤年测了测脑袋 轻轻抹撒了一下她的脸颊 深呼吸一口气 将手中那颗始终没有松开的紫雷 放入嘴中 一口吞入腹 大笑道 当年整个天下都被我吃掉了 小小几颗天雷算什么 徐凤年一手拎住一个紫雷 纷纷放入嘴中 当她吞掉一半紫雷后 云海消散 雷尺也就荡然无存 站在三十丈外的柳薅师 瞠目结舌 哪里料到这家伙会是以这种蛮横手段 破解掉她苦心故意造就的天象秘书 五十科界天地借龙气借气韵 辛苦形成的紫雷 可以说科科都是价值连城 为此 北宗富龙炼气势 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 几名大宗师的修为 甚至直接被榨干 原本雄厚的家底 一下子就没了一半 柳薅师如何能不心疼 更可恨的是那莫名其妙 就境界暴涨的恶辽 还打了个舒舒服服的宝格 对柳薅师露出一个讥讽笑脸 懒洋洋问道 还不跑 柳薅师干净利落 就开始撤退 难怪整整五十年 都没能成就地先境界 徐凤年眯齐眼 冷笑道 要是刚才一直不停脚 我还未必能拿你怎么样 不过现在嘛 已经晚了 徐凤年伸出一根手指 再眉心割出一条细微血草 激略之中的柳薅师 顿时头颅裂开一般 从额头开始 凭空出现一条 从上往下触目惊心的裂痕 满脸血迹 狼狈不堪 但这并不是最让柳薅师 胆战心惊的恐怖 随着脸面上淌血不止 他的天象境界 竟然像是洪水决堤 江河日下 一泻千里 柳薅师清晰感知到自己的身后境界 原本就像一座湖泊 然后眼睁睁看着湖水干涸 却完全无法阻挡 湖面下降 柳薅师痛心疾首的同时 更是匪夷所思 天象境界的精髓 便是与天地共逍遥 是跻身陆地神仙超然室外的前兆 哪里听说会作俭自负 难不成那家伙 有与天地并肩的成就 能够强行吸纳别人的气数 自作天地 若说是剑斩六国气运的洪喜相 柳薅师还会有几分将信将疑 可身后那小子 就算继承了洛阳的修为 也绝对不至于如此害人 柳薅师几乎走火入魔 一咬牙 在视如破竹的险境中 硬是趁势绷碎自己 本就摇摇欲坠的天象境界 在跌入纸旋的瞬间之前 壁虎断尾 任由剩余一半子雷滚落 如同陆地神仙一气掠出数百丈 远远抛开那个 让他输得一败涂地的疯子 徐凤年停下脚步 心中叹息 只要柳薅师稍稍犹豫 在晚上一点点时间 他就有把握宰掉这条老狗 抬头看了眼天空 嘴角冷笑 黎扬肇事 不愧是如今的正统 连给肇事看门护院的一条走狗 都身具相当可观的气数 徐凤年转身望向十里之外 密密麻麻的剑气 阵仗宏大 徐凤年默默将一颗颗子雷 纳入袖中 荣为契机 洛阳挣扎着落在地上 平静道 你去吧 徐凤年牵着他的手 转头跟他对视 他欺然决绝道 你要天下 我只要你 我不能独占 我宁肯不要 八百年是如此 八百年后还是如此 徐凤年突然笑了 大秦皇后了不起呀 洛阳一脸震惊 后退一步 徐凤年嘴角翘起 笑道 我是他 他可不是我 洛阳神情复杂 徐凤年蹲下去 示意他上背 柔声道 洛阳回北梁之前 咱们去洛阳城 看一看吧 洛阳一脚狠狠 踢在他屁股上 摔了个狗吃屎的徐凤年 继续蹲着 轻声道 当年大秦铁骑 没能踏平如今 叫北莽的大漠 这辈子补上 拓跋菩萨敢欺负我女人 我 不等徐凤年说完 洛阳轻轻趴在他后背上 徐凤年站起身 回头跟你慢慢算账 洛阳说道 你先打赢了王先知再说 你先打赢了王先知再说